你好 这是一期案例分析的节目 希望今天这个频道 能给你不少的启发 重新领会一下 节目的形式的重要性 我以前曾经发表过一个谬论 讲看形式大于内容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 我同样也说过内容为王 所以这两个东西一点都不矛盾 今天让大家再一次看见 形式的重要性 好 这个频道叫Beluga Beluga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翻译 Beluga是白金 什么是白金呢 是金科的白金属的唯一物种 以多变化的叫声 与丰富的脸部表情文明 号称是海中的金丝雀 所以这种金有特别明显的特征 回头我们看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频道 给它取这样一个名字 好了 这个频道很邪乎 邪乎在什么地方 我们看一下 61个视频 获得了477万的粉丝 在过去的只是几个月当中 你看它是在6月底到7月的时候 开始爆发起来的 突然就火爆起来 那看看这一组数据 61个视频 480万的这个粉丝 他 我们是怎么样快速看这样一个数据 我告诉你 比如说 一个视频涨1万粉 那就是61万 那涨这个10万粉 就是610万 他这个6 8 48 他将近每单一一个视频 涨到将近8万粉 你讲的 他厉害不厉害 那单一视频的观看量 那就更猛了 你可以看到 这个 是 这个数值是百万 千万亿 他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他的观看量是达到4亿6400万 那你去除一下61个视频 单一视频的平均的观看量 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值 所以他为什么能这么快速的增长 好 480万的这个粉丝 他每天的观看会有多少呢 有380万平均 数字非常厉害 如果你看了我昨天的节目 10%那期节目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数字的厉害 也就是说这个频道的这个上涨势头 还没有结束 还会暴增 它是频道的订阅粉丝数 上涨速度最快的频道之一 那这个跟其他有的大的频道 开第二个频道 然后快速涨粉的性质不太一样 这个等于是平地一生春雷 这种感觉 那这个频道究竟做什么东西呢 一个叫做白金的这样一个频道 我们来看一下 视频 封面图里头 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对吧 这就是这个频道组 当他这个频道火爆了以后 他在两周之前 他终于以真本来的面目 是人 他以前都是没有出这个人的形象 甚至也没有出声音 最后大家一发现 他还是帅小伙一枚 所以更加热度 就更大了一些 所以这个频道 封面图上 你看不出他是干什么 这封面图 你讲他 你能看得出他是讲什么东西呢 看不出来 好随意就跟他的这个频道的简介 跟他的频道的这个封面图一样的 就是说 我就是我 你爱看就看 不看滚蛋 就这种架势 那你再看看他这些标题 比如说 这个当妈妈叫你吃晚饭的时候 当你的这生日卡片 没有 生日贺卡里头 没有钱在里面 是什么状态 当你用错了表情的时候 每个都讲的是一个场景 当然是讲的一个场景 这个当 有人在这个社交 这样一个社交 这种 信息的平台上面 Discord是一个 就像相当于是电报群 微信这样 这样一个东西 但功能比较强大 游戏这样一个社区 社群的人大部分都用这样一个 社区软件 当然 当在这个里头 如果有人把你拉黑 这种情况 然后你看他的视频 长度 三分钟 两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平均都是在三分钟以下 这样一个状态 好 我们看一下他两期节目的 快速的浏览一下 比如说这一期节目 就是当你家的这个 WiFi 停止工作的时候 感觉像风波 跟人聊天 我们再看下面另外一期 这个是不可能的测试 99.9%的人都会失败 大家感觉一下 他这两期节目 给你片段 你没有必要理解 他这个里头 这个幽默 或者是 他讲的是什么故事 但是 你就领会一下 他用这种对话题 两个在聊天软件上方的 一个对话题 来讲述一个场景 一个冲突 一个反转 一个故事 反转反转 再反转 意外意外再意外 那这个场景都是 大家看了以后 能会心一笑的 好像离我们生活很近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 微信上面 叫你这个 借钱 或者转账 同事出去 这个AA制吃饭 大概是常见的这些场景 大家在抖音上里面看见 好多这样的所谓的这种段子 拍的都是依据这样一场景 但是它是单一的使用这种对话题 它的极强的 显著的一个特征是什么 表情 速度 音乐 它就是让你创造那种紧张感 然后突然又放松 然后又反转 又惊喜 然后各种各样的意外 全是每一个的情绪 不是单一个情绪 就是三分钟跟你讲一个故事 前面平铺之绪 最后意外不意外 惊吓不惊吓 不是只有那个 它每一个就像新电图一样 一个梗 接着来 非常密集 一回恐怖 一回兴奋 一回失望 一回绝望 一回紧张 等等 各种情绪全在这里头 所以它这视频 虽然我们看不到它的后台数据 它的观看完成度 一定是非常非常棒 也就是说两分多钟 它的观看完成度 可能是90%以上 直到最后出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 可能有的人就在这个地方结束 结束也不是跑掉 紧接着看它下面这个视频 是这样一个情况 它才能活起来 我必须说 对它这个频道里头的大量的 幽默的梗 我是没办法完全理解 因为代沟的存在 因为这个文化的存在 但是这种形式 我觉得就是跟我以前讲的 我以前在节目里头讲的 这个是对话题 对话题有什么好处 我在做其他的案例分析的时候 强调过这一点 就是一个主持人 一定没有两个主持人来的好看 那两个主持人 没有一男一女来的好看 这个两个人 这个富唱富随呢 一定是没有两个人 在节目里头能大打出手 老死不相往来那种感觉好 这个冲突要激烈 要越激烈越好 像这个就是讲 形式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这形式本身就容易造成情绪 比如说一个人正在说话 另外一个人满脸鄙夷的样子 或者不高兴的样子 你就有看头 我现在一个人跟你说话 你没看头吗 你就看我一个人表情在这边 所以有些形式天然的占有优势 早几年以前 我讲做动画书评 用video scribe 用其他这种方式 用AE各种做各种动画 然后我讲过火柴人 这个系列 Alan Baker为代表的 在油管上面 这些都是形式上面 是非常重要 我最开始一起讲的是 李永乐老师的版书 边说边写的这种形 我讲他完败那个精美PPT 这个东西 我在那个以后大放厥词 我讲这个形式占70% 占80%都不过分 那个时候就是要强调 讲大家的忽视形式 我想形式之重要 有的时候很多人的内容 是到了极格限制上 但是由于对形式上的极度忽视 所以使得一个节目就不容易出彩 那这个对话题 就跟我以前讲的 这个用动画一个样子 这种对话题天生它就是 有节奏 因为像用这种对话题来导致 就是说它自然就会反生 一个人说的话 另外一个人是不是理他 这个人是不是会讲 我要睡觉了 我要去洗澡了 我要上厕所了 那种但有一种潜在的 这种挑逗意识的这样子的话 然后另外一个人又误解了 又错解了 然后表情又用错了 然后发错了信息 又忘了 又没有能够及时撤回 等等 好多场景都可以在这里头出现 还可以角色扮演 我可以老胡跟比尔盖茨聊天 大家都知道这是虚拟的 但是都觉得挺好玩 我第一上来就讲 比尔借了一个意义 对吧 然后扮演他的这种角色 最近手头紧张 因为什么东西 因为税务局找我 或者什么样子的 那是种东西 大家就不管你编的好还是不好 很容易往下看 因为这就像一个这样子 我经常讲这是一个开箱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开箱 那开箱里头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盲盒 那个泡泡马特 你看上市 大家都觉得好惊奇 有那么高的市值 就是很多人就像买快递一样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那个东西 他是需要买买买 买完以后的 有的人家里头 他快递他都不拆 堆的那个地方 或者顶多拆来后 然后再也不去动他 要的是这种感觉 所以这种心理 这个对话题 就是满足了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频道做得极好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的表情 他的节奏 他的音效 配得非常极致 然后好多大量的素材 他的节奏非常之快 然后在里头有梗 有反转 有这样一个专业社群 或者是这样一个游戏群体 他们才知道这个梗 看完了以后会心一笑 这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东西 有一个缺点 如果我要讲的话 能够改进的话 我个人倾向于 就是把整个对话展现在上 他这个地方 你看这是单一对话 这个白晶讲话的时候 就是完全展示白晶 他管一个人 就是变成这个人的 全凭显示 就是没有一个上下文 像我这样的 岁数大来的人 没有上下文 速度是跟不上 如果你有上下文 然后再滚滚滚滚 往上滚平这种感觉的话 我看起来就是 一点更不容易慌张 我更容易能够理解 但是我只是讲 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偏见 也有可能认为 我刻意上的设计 然后这个片子又不是很长 让你有紧迫感 然后你要是看不懂 你还会看第二遍 使我的观察完整度 还会进一步的增加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解 它有可能是个偏见 但是如果我来做这种内容的话 我肯定是 就是左边和右边 两个人在对话 这种状态 那你中间依然可以加入音效 加入表情 因为你不见得是要 用两个手机去发 微信的这种信息 或者Facebook这样的信息 WhatsApp这种信息来 对吧 你完全可以 现在有好大量的这种模板 可以模拟这样的 然后你调整速度 加入音效 暂停以后 再切到第三方的表情 把奏心词这些人 也请得来 做一个表情之类的 绝这种东西 都可以架到这个里头来 都能够使得这样的一个片子 能够声色不少 所以这一类东西 就是天生的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力 然后你只要这个情节转换的好 然后这个音乐配音弄的好的话 这个观看完成度不会低 我希望如果有心智人 看了这些节目的话 去尝试一下 把一些这种对话 一些故事 一些撩妹的技术 然后这个微信群里头 说话弄插了这个意思等等 好多好多 这个社交尴尬的比较场面 用这种方式展现出来 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这种完成度会相当的好 还有呢 就是有一种专门用 这种对话题的方式 写小说的方式 小说的 我知道国内国外的 有这样子 这样的APP做的还挺大的 就是有几十万量的读者的 这样的APP 然后就这样的对话题的 这样的聊天 然后一张一张 然后今天 明天接着下期 这个下回分解 然后读完前面三张 下面你就要付费了 这个也是我看见过这样的 很成功的这样的商业模式 对话它有好处 就是说它非常容易 这个它很轻便 如果你用第三者的角度 来描写一个故事 描写一个这个场景的话 你要做大量的铺垫 因为这个对话这个部分 然后再加上 加上这个表情和音效 这个东西的存在 使得整个这个东西 会有好多这种可能性出来 单纯的文字 是没有这样的力量的 所以视频的好处 音效的使用 这样快速的这种节奏 这样的气氛的营造 这样一个 虽然没有人出来说话 但是它构建的 那个场景和情绪 是极其真实的 它只要放一个背景音乐 恐怖的那种感觉 你立刻就讲 哇 这是女方对你的最后通牒 然后你那种犹豫的 犹豫的感觉 然后这个鼠标的声音 等等等等 键盘都有 所以这个频道 你要去认真 去拆解和分析它的话 它有好多这个构建的元素 都值得我们学习 但我今天只想强调一点 就是像这种形式上面 希望大家不要认为 只是口拨类的 不露脸的手工 这个做手工的 或者是做菜的 就看了那几点东西 像这个是一个大类 就像我以前一直鼓励大家 有条件的去做动画 做动画 动画这种形式 有天生的 这样子的 对人的这种吸引力 好 我讲的动画 是Alan Baker的那种 那种动画 或者是三维动画 或者是二维动画 各种方式 但是不是用那种动画软件 弄两个图片飞了飞去的 那种东西 现在已经没有效果了 三年以前 可能还有点机会 但这一类东西 我认为是 还有很大的这个市场 即便是 将来有很多人做这个东西 我也认为 如果你这个情节 故事能够出彩的话 你依然能够 做得非常成功 因为这只是一个形式 这只是一个表现方式 就像你学会了动画以后 你可以做 非常厉害的动画片 一个道理 并不会讲 这个东西会过失 因为这最后是 你的创作 你的表现 你写一个这个短句的这种能力 这个 所以 有心之人 可以在这方面磨练一下 打造一下这个功夫 然后 做出一个像样的频道来 好的 那就是今天的案例分析 谢谢 再见